另外一点,回应关于为什么会发露 因为我们本身里面有很多律法 都需要酒 如果需要恩典的话 神总有方法帮助这个婚姻的 我整个我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恩典 然后我就引导他去改变 你的里面平稳、安静 有神的同在 神祝福我 虽然我的老公、老婆有什么不好 我还是平稳、安静 就不被他影响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发露 例如,我在事丰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见到有些人不改变 但因为我里面充满恩典 我不用担着担子 我不要需要背着他的担子 我就去继续地帮助他、祝福他 这样的话,我就 还是平安地 有人做得不好 有些时候 就是我的家庭中有什么困难 我也不会发露 永远不会用发露的方法 因为我里面是充满恩典 我也相信用律法的方法必定有破坏性的 所以我就去这样 管理我的生命 这样的话,我就不容易发露的 因为我是整天在恩典之中的 感谢天父 希望我们都能够每天有这个亲近神的祷告 神爱我 赞美主 哈利路亚 然后同时里面是相信神在祝福我 神看中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在提升 整个生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 所以我不用惧怕 这样的话,我的生命 整个生命都是在平安喜乐里面的 都是满足里面的 就不容易发露了 希望我们每个传道的人 每个服侍的人 都是在神的平安里面的 在神的祝福里面的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